《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回到第二節 先出一張照片 我下午看到一宗法庭的新聞 有警隊KOL 之稱是警司 凱港sir 他甚至自稱自己星座的小王子 你看他那堂尾 六四分界 都幾有型 這是犯話 最新判了案 說他隱瞞警司身份 正等於很多警察被抓了 欺詐就是這樣來的 製造一個假象給人 從而騙錢 就是欺詐 就是為止欺詐 偷搶 大家都明白 搶就拿了你 都是拿了你 直接拿了你 但欺詐你要安排一堆東西 一個故事或者一個場景 好像戲劇一樣 而你進入了他 在過程中他又騙了你錢 那這些為止詐騙欺詐 我回應網友阿威爾 你主持不講特務案子 我不是主媒 不過特務案子聽回昨天第二節 說到我快笑到拍戲 那三個犯錯 亂來的 直接由這個 倫敦經貿辦出糧 也有的帝 好想再說 這個 海港sir 好像那些警察被抓了 你做甚麼 一人不帶給他 我公務員 他隱瞞警司身份 詐騙了超過2600萬的案件貸款 他和另外一名前督察串謀 結果他們不認罪 海港sir就判六年半 他同袍前督察王汪浩毅 就判五年 那官員就說他們明顯意圖隱瞞 其實看這些欺詐罪 隱瞞自己身份 納一些錢他回來 六年半算不算是從容點 Fair是嚴刑罪行的 最高是十年 所以他都是合適 判刑合適 判刑合適 對於相對那些頂角水村 坐了幾年那些人 他不過份 還有今天我想說一件 你案白都說想提 說一些背景可能大家未必知道 話說早兩天大陸國台辦 這個新聞發佈會 那個發言人 陳彬華 他說 我們將會出台一些法律措施 依法打擊 如果要跟他說話的速度 就是 依法打招太多 就死了 按廣東馬翻譯 依法打擊台獨分子 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的犯罪 他說 有五個台灣名嘴在那裏 佬作假信息 那假信息是什麽假信息呢 他說那些大陸人窮到 連茶葉蛋都吃不起 他說這五個名嘴分裂就是 黃世聰 李正浩 黃宜川 于北辰 劉寶傑 他說 他們妄顧大陸發展進步的事實 觸二編就有大陸虛假負面的信息 透過電視網絡 報廣等媒體大肆傳播 想蒙蔽他們島內的部分民眾 挑動兩岸敵意對立 傷害兩岸同胞的感情 他說 大陸將會依法對上屬五人 和他們家屬實施懲戒 這就是這件事的背景 我想問一下黃白 當他五個真是很衰 作假信息 那關他家人他什麽事呢 為什麽要發賣他家人呢 連作法 連作 中國那些法律公務店 我們不關事 是 即是美國那些制裁都是這樣 不過就 因為你的家人可以帶錢去 所以制裁了 但是他家人去旅遊 就不應該 即是你 我想即是 我這五個人 我四個時時有看的 是 除了黃耳川 其實我個人不是名水 其他四個 就是很成功的新聞媒體人 即是劉寶傑 他是主持人 黃世聰 就是財經天家 他是記者 即是他介紹 兩人都做節目 那個關鍵時刻 時時刻都看 其實是很好 他們的水平號 只有一個是評論員 即是李政浩 他的立場是什麽的 另外一個 港軍事很好的 于北辰 很好 這些我每天都看 是 好了 他們很開心 見到他們這兩人 每個人都拿了彩 是 每個人都拿了彩 其他那些名嘴 每個人都罵 我們為何不說我 為何我沒有粉 你少看我 是 是 這樣搞不好 幾乎要抗議 是 我真的不明白 可能近20 大陸弄了一件事 我的感覺就是 如果香港有學他 我們都麻煩 但你估計 希望李家超和鄧炳強 不要那麼瘋 但都說 你要製造假信息才行 首先他沒有立《假新文法》 也說暫時不會立 第二 如果假信息 文匯大公 當然他不會拿正來做 如果拿正來做什麼文匯大公 他死了 那些 就算假信馬上去台灣 影響你大陸 誰叫你那些 外國的粉絲 紅粉 翻牆去看 據說他們是非常受歡迎的 因為說話就像我們 舊處 我們都很危險的 我們應該很受歡迎 不在廣東省地區 我們影響不到北京 十幾億人 我們是深圳廣州 可能還有些粉絲 可能影響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未被認真對付 未被懲戒 他現在所謂的懲戒人 讓他回去 影響國安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邏輯是怎樣 其實他可以怎樣呈解 那你再過份又不行 你是不是要通緝他 香港政府很厲害 說通緝就直接通緝 去了海外 如果你多聲氣的話 但他都暫時抓不到人 甚至不會 不是抓他 不讓他入境 那別人都說 我為什麼 我都沒有說要人 那可能不可以上去 也 這個都是一些 小小損失 但實際上 又不算很大阻嚇 等於 李家銷說 美國制裁 我最多不是不去美國 甚至你公職員的身份 我最多不是不去 你想一下 美國可以制裁為家人 但他暫時對林鄭要去 他都沒有這樣做 歐盟都沒有 所以林鄭去到英國 是不讓他走 歐盟只是沒有制裁林鄭 美國制裁林鄭 也沒有制裁家人 你現在知道 他可以回英國 他有英籍的 但反而大陸 他這下是 一開始講得明白 連你家人都要 厭情賣 關於他家人什麼事 這下有趣 那裡有一個口不好 免得你來歌聲 那些老婆子女 純粹來旅行 來讀書 方襯你 有著欲缩你沒著底 你也沒有理由 懲戒他的家人 搞文革 所以中國人 小龍不小龍 那些法治 不是法家 法家都講清楚 有法律依據 他沒有法律依據 這些不需要法律依據 沒法律依據 所以他說 法家你一段 materials 很清楚有法律 為什麼有法律 因為你一條法律 你何碼一整일 那一個人會討論 這是不公道 不可以 可能民允得了律法 但是這些內容不用 掌管而知 就是自己造海版的叔叔 想想想 誒陳鑑別他 發了指令 不准讓他入境 討論出來 你便變成自己是 當然亦被人說你 我相信對台灣 對綠黨是好的 講了這麼久叫你不要相信一個兩制 現在你就見到 他未管到台灣已經這樣 這樣的嘴唸 真是反面教材 例如外資他再看你間諜化 外資對你已經有少少是卻步 你還要搞一連作法 雖然你說是對台灣 他會不會 你對付一些外資 說裡面有一些間諜的時候 又會連作法 連外資其他人 即是你國人黨 有些人還幫他銷售一粒製 還要買一粒呢 麻煩你看看香港 即是我們的情況 即是 是這樣的 明天你就會一樣是這樣 即是這單真的不敢為 提醒了台灣人 要更加支持民進黨 就是這樣意思 即是你幫他祝賀 好像今天說 現在以後 台灣的賴清德 台灣的不准叫總統 或者領導人都不叫 現在好像最新的媒體 你台灣人看看 香港就是這樣 香港已經變成 所以說一句話都不行 當然還有我們這些 但他就哪有機會聽 因為他都不懂聽 所以我們安全 就是因為我們影響力小 如果你影響力大 蓋了 我和你本來都不應該存在 那當然 你說他蓋的 最近他想蓋月明光 發言都頒了 臨時禁制令 雖然去到 youtube 都算是不給你面子了 有三十二個版本 只能三十二個版本 其實有很多N的版本 給這個 演奏過 那個 彈琴的 阿波加K 又彈過 在某些地方 即是香港 大陸不用說 大陸根本 你翻牆才可以看youtube 就看不到 搞到湯家驊一些都很興奮 你這樣youtube做是不夠的 可以隨時告你藐視法庭 甚至有 即是講到 再不是 你youtube的負責人在 說google一些 我拘捕你香港員工他都可以 你youtube就說 即是說這些是 會製造航線效應 管理人耕弱航線 哇 看不到你這些 這些理據在哪 即是湯家驊這些 他都似是聶電作法 正等於 好像剛才提到這件事 那湯家驊一些聯工 他關什麼事 還不是決策人 譬如我做reception 我做掃地的 拉我做什麼呢 總有些人可以拉的 不是 湯家驊不是那麼沒有法律智慧的 是11個來的 排11個 我覺得他是高級黑的 高級黑 即是 其實在笑緊 林立國搞這些事情 你記得他開頭 他不多欣賞 就是申請這些 因為很難的 你知道的 但現在反而搞了這個 禁制令出來 他就好像幫你講大些 這樣 告他了 你明知道他告不到 快點告這個 我支持 立即告YouTube 和他沒有公司 Google 了事發庭 我看到一件事 那32條 你想不想聽回呢 現在我們原來 隨時可以依然聽到 不是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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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還是在YouTube 還有一件很簡單的事 你在YouTube 右上角 拉下來 地區那裡 你選了香港 你只要改一改 選台灣 就可以了? 是的 這麼疑惺? 因為它是屏蔽在香港這個地區不能播放 Youtube就是這樣 但只要你說我不是在香港 我設一個在台灣 我當我是台灣人在香港 你這樣就可以了 我昨晚輸了 我這次昨晚輸了 藝德國那32條的名字是甚麼 Letson to Avon 榮光Letson to Avon 那個字 他說明這32條 那32條已經屏蔽了 但我只能設置台灣 我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很疑惺 我想起那個 現在拘捕那三個間諜 對 Matthew 說他手機 我說他犯了甚麼錯 我都約了他講一下 第一就是 沒有理由你們做這些非法的行為 出糧是由經貿辦直接 用經貿辦名字寫他們的名字 直接出糧 這個已經很容易被人查到 第二 事前大家是沒有計劃好怎樣做 去到星頭期 就說他不是在家 貼張子說要查你的電箱 整條街都要查 那為甚麼其他原居沒有貼 值得我有 人家不信你 第二天他再去 查電箱不信 說他漏水 就進不了 後來倒水到地上 就說你漏水 敲門人家不信 但是人家在那裡 再想一些新招怎麼辦 再多倒水 那你還不信 人家要報警 警察他來到 可能以為你知要 怕到完全沒有間諜應有的鎮定 把手機塞到他的底褲裡 結果警察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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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監視羅冠聰的報告 但是他又拍了很多羅冠聰的相片 去到法庭發覺 全部都不是羅冠聰來的 後裘其一個黑色頭髮的四眼仔 就說羅冠聰了 這件事就等於 這位特務是警司 退休警司 還要review著前軍人 打過阿富汗 打過索巴里海道 他連最低的保密 即保密的技術 都沒有 你全部在那些資料 你想人告不進都難 你留下所有證據給英國警方 真的很容易破案 這個會不會就是香港特區政府 即是聲明是很柔弱他有關呢 最慘就是 我們說美國特務在香港 甚麼台北香港特務 香港人做美國特務 查了四年一個都拉不到 一個個案都沒有 沒有人在英國 蘇格蘭才兩人 就拘捕了三個香港人 證據確鑿 還有我覺得這些真是貧黨 你想想他一個卓榮 去到英國就找 袁松彪因為他的朋友 可能根本他們都沒有受過這些訓練 我求其是兄弟 吃飯 這些有飯 香港政府的錢 九萬多英鎊 大家一起找 他們沒有經驗 隨便 那個人收數監視 有多難 結果就拿了東西 香港政府 哇 原來這麼嚴重 你見完全收起戰狼的後問 你英國可不可以給他多些關於他的資料 你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 哇 人家捏造 逆著都要這樣說 香港政府政府不敢捏造 是中國的處英 它使館 香港政府說 你可不可以給他多些資料 我會確保我們的當事人 有合理的一區對待 是 合理的律師 保釋了 沒有困住他 沒有困住他幾個月 好像李智謙 不認谷到他認 是吧 是 就是我們國安的錢 原來是用在這些 就是他們的退休人士 就是 考慮明末 就是這樣分了香港人的錢 就拿去英國 那群退休的警察 好 還有昂伯難怪經貿辦 倫敦花了三千多萬 下年又四千多萬 原來那些錢 都有一百萬 沒有三條費用 這個不是在這裏出的 是在國安出的 我真的 不得了 不會在這裏出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出糧就是他出 那個牌頭就是他 是經理 是經理 一套退休差佬 做了經貿辦的經理 他十九個職員 在倫敦經貿辦 有十四個是甚麼名字 政府都不那麼沒有 好奇怪 那些是特工 那些是特工 如果是以前 為何不可以 以前你聽的SB 就是政治部 英國佬政治部 九七年都走了 如果是那班 可能還懂得怎樣做 二十幾年來 香港政府的警察裏面 是沒有防諜 反間諜 沒有這些訓練 也沒有這些工作 也沒有這些準備 所以現在臨時急 我想中國就沒有靠他 中國有自己的國安系統 有自己的特務系統 但是現在幫他訓練 就搞出這些事情 他們就自己關照同學 退休 警察裏面的人 就貼公帑賺錢 這些事情 隨便在高人街 找個古學仔比他 還說好像六點半 我們要回家 六點半時 說收工也可以 你做特務 哪有說他收工的 二十四小時 待會 不過現在都七點了 今天很感謝昂伯他上來 尤其是你給了很多 這些法律的知識 給他分享 都令到我們獲益良多 那就是昂伯 好 我們這節差不多了